第37091章 林轩的徒弟 林轩不由得眉头一皱啊 才回想刚刚的一幕 这里虽是云引山脉 但距离总舵上缘 原本不应该有禁止存在 更不要说要埋伏数以千计的修仙者了 自己的灵州已出没 就不问青红皂白的受到攻击了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 这一切必有缘故 年纪至此 林轩倒也没有兴趣继续猜测 直接开口询问就行了 师姐 运踪最近是否遇见什么麻烦了 师弟你已经知道了 严同少女一呆 表情流露出了几分黯然 随后叹了口气 此时说了话长 一时半会儿难以说得清楚 我们先回总舵 一会儿再详细地向师弟姐说 好 雷轩顶顶头自然分毫一页无 果然如自己猜测 运踪预进了一点变故 而且看起来麻烦似乎还非同小可 否则师姐不会留得出如此为难的神色 雷轩见识何等广播 一瞬间呢 就做出了如此判断 不过雷轩呢 也没有太将此事放在心中 如今他已经进阶到了杜杰器 实力远胜往昔 连身为真魔石走的冰魄 化身都被自己灭除 乃龙界虽然藏龙卧虎 但杜杰级别的存在呢 也不会太多 只要不是招惹上杜杰后戒老怪物 不论运踪遇见什么麻烦 雷轩都相信自己 有实力应付 锦铃轩一脸云淡风星的神色 冰冬少女也知道自己 这位师弟十分了得 以前在分身期的时候呢 秀伟就深不可测 远上同阶修心者 如今紧接成为杜杰级别的大能 想必更加了得 虽然这次运踪遭遇的麻烦非同小可 但有临时地主持大局 说不定真能有所转机 心中如此想着 隐瞳少女脸上的表情 也轻松了许多 最后转过头颅 发现林轩身边原本 还跟着不少修仙者 刚才初见之时呢 满是欢喜 所思所想 全使林师弟 进阶到杜杰期的这件大事 西无旁骛 竟将其他人全部忽略掉了 这时候目光扫过 才发现这些修仙呢 非常小可 其中一男一女 居然是分神境界的修仙者 虽然都只是出气 但也着实不俗 林师弟 他们是 这次却是龙姓少年先开口了 哦 不满师兄 林某之所以会销声匿迹 达十五百年之久 是因为机缘巧合 被传送到了另一个界面去了 而这些道友呢 就在那个界面所歇视的 林轩微笑着 随后转过头颅 盈儿还愣干什么 还不快出来拜见师伯 师伯 龙姓少年与银童少女对视一眼 表情再次留得出意外啊 难道说 人怪两人惊恶 林轩收徒不稀及 然而眼前这丫头不过筑击气 嗯 境界未免太低 这种事情放眼三界 纵横紧鼓 两人呢 也不曾听说过 哪有杜杰级别老祖 收杜杰级小修士为徒 一时间两人的目光呢 都落在陆盈儿身上 心中暗自嘀咕 难道这小丫头是 林根滋指 是逆天到了 无以伦比的地步吗 否则 怎么会被眼高于顶的 林师弟 收归门下呢 被两位分神器修士看着 饶使陆盈儿 心性远比 同界修士成熟 也不由得 一阵局促啊 好在林轩的声音 适时响起 师兄师姐不用好奇 林某收盈儿为徒 这中间另有缘故 此事以后再说 我先回总舵 对 先回总舵 对于林轩的提议 两人丝毫意义也无 不过 师弟既收徒 作为师门长辈 与情与礼 两人自然不可能分毫表示也无 严通少女玉手一副 只见绿光闪烁 一柄持续长的墨绿色短剑 飞雷而出 微笑着开口 银儿 你既然拜了临时地做师傅 各种珍惜的一宝 相必不会少 我这做师傅的 也没什么好东西 这柄绿黄剑 你且拿着 此间虽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宝物啊 但在顶阶的法宝中 应该也算是精品了 因为添加了一些 血欲玄金的缘故 不论锋利还是威力 几乎都可以与普通的法宝相媲美 多谢时播 鹿银儿大喜 临同少女虽说的轻描淡写 但能够媲美法宝的灵气 又怎么可能是普通货色 说价值临城呢 有些太过 但若是拿到方式的拍卖会中 非引起轰动不可 低阶修士不说呢 肯定是眼沉到流口水 必须那些高级修仙者 也肯定会心动 毕竟这种东西 等先难得一见 自己用不上又如何 可以拿来赐予门下弟子 不论从哪个角度 都是一件有价值的宝物 鹿银儿见识虽浅 但这么简单的道理还是懂 信息之余 自然是千万些不一样 反倒是一旁的龙行少年 脸上露出了郁闷这色 独囊的声音传入耳朵 世界你真是的 一出手就是 绿黄金这样了不起的宝物 你不是让小弟为难吗 我可没有这等级的宝物啊 如何是好 这番话半真半假 但也不完全算是开玩笑 若只是一名普通的主机西修士 以两人的身份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然而鹿银儿可是林轩的亲传弟子 这身份可就非同小可 远非本宗一般的弟子 可以媲美 此女叫一声师伯 给点见面礼也是应该的 然而因为林轩的缘故 两人当然不好随便拿一样东西做糊弄 所以银童少女拿出了绿黄剑这样的宝物 然而如此一来呢 龙行少年却真的有些为难 也给灵妻吧 自己没有绿黄剑这么好 差了又拿不出来 法宝威力呢当然不俗啊 但此女境界又太低 给了也用不上 要不给几瓶丹药 可她是林轩帝的徒儿啊 林轩帝会缺这种低水平的灵丹吗 所以还是拿不出手 龙行少年真的有些郁闷了 自己堂堂分神器长老 居然拿不出一件合适的 给住几期修士的见面礼 这种事情说出去呢 都没人相信 非成为整个修仙界的小兵不可 龙行少年沉淹片刻呢 终于有了结果 只见他绣袍一副 一个玉盒飞了而出 此玉盒不过巴掌大小 却清光流离 一看就不是凡物 第37092章 福宝 林轩眉头一条 脸上呢 也露出了吃惊之所 以他见识广播 一时片刻呢 也没有猜到玉盒中 会是什么宝物 对自己来说 或许不值一提 但作为宋语 一小小的筑记器修士见面礼 确实毫无疑问地打招笔 师兄 师弟不用多余 也然而且叫了我一声师博 我又怎么可能让师姐 真美于钱呢 且看给我拿出来的这件宝物 比绿黄界如何 龙行少年爽朗的笑声传入耳朵 欢迎未落 只见他伸出手来 去世微谈 啪他一声传入耳朵呀 河盖打开 一巴掌大小的俘虏 映入一帘 一眼望去似乎也并不起眼 但随着清明声传入耳朵 一团火红色的灵光 栩栩大作 整着巴掌大小的俘虏包裹 灵光中呢 还有无数米粒大小的符纹 旋转喷勃 给人的感觉神秘到极处 而俘虏表面 有一寸许长的小件 活灵活险 符宝 林轩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宝物 原本这种东西呢 算不上稀奇 离合器修饰呢 就可以炼制 然而眼前的符宝 林轩确认得 那是龙行少年 用自己的本命宝物 炼化出来的 价值之大呢 与离合器修饰呢 那根本不可同时而语 洛言二指诗珠机器 以他的实力 自然也不可能 发挥出此福宝的真正威力 但哪怕这些皮毛的效果 也足以让此女 在同节修饰中脱颖而出 就算对上 原因及别的修行者呢 或许也有一战之力了 宣华听起来离谱 其实呢 却没有多少夸大之处 凡人其修饰炼制的 福宝威力之大 自然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而陆盈尔因为 只能发挥出皮毛的神通 所以每一次使用 消耗的威能呢 也不会太多 这样就可以反复多次使用 咕咚啊 吞口水的声音此起彼伏 陆盈尔获得的优待 令人羡慕 当然 大家也都知道 这是因为临身的缘故啊 否则小小的助机器修饰 哪能获得如此重视呢 分神奇的福宝 同其存在 想都不敢想 就算原因啊 离合级别的修饰 也大敢羡慕 师兄 你这里 可些重了呀 日帝 缺缺一福宝而已 还推来推去 可就是拿我的外人了 龙行少年却一白手 豪气万丈地说 对方话都说到 如此地步了 林轩倒也不好 再矫情下去 微微叹息 转过头颅说 盈尔 还不快些写师伯 是师父 陆盈尔先是冲着 林轩的行列礼 随后 隐隐一福 冲着龙行少年 深深地拜了下去 弟子多谢师伯赏赐 小意思 不必多礼 此时到此 总算高一段落 而经历了这一幕 林轩倒也不好 介绍包括红灵 在内的其他人 否则师兄师姐 若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再赏赐些宝物 于情于礼 自己都会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 林轩没有再多说 还是那句话呢 先回总舵 接下来 有两位探战长老带路 自然是一帆风顺 没有再遇见任何的麻烦 不过 有了刚才的经历 林轩也稍作留意 这一路上 禁制法阵 果然多了许多 而在禁制的旁边呢 也铸着着不少 本门的修仙者 守如林大敌呢 也不为过 看来这次 云云宗遇见的麻烦 还真是非同小可 但林轩何等日物 自然不会急吼吼地去 去询问什么 而是与师兄师姐 谈笑风声 对自己去参加 奈隆真人婚礼后的 经历简单讲述 如何被 千魂真人偷袭 如何机缘巧合 被传送到了 失落界面去呢 当然 林轩没有说得很详细 仅仅是长话短说 大概聊一下其中的经过 所涉及到的隐秘 更是一笔呆过 但即便是如此呀 他经历之曲折 还是让龙姓少年 与银童少女 叹为观止 怪说不得林师弟呀 尽急能够如此迅速 别的不说 如此丰富的经历 放眼三界 纵横金谷 有几人能够拥有呢 当然 也没有必要羡慕 机缘这东西呢 能遇见过然不错 但更重要的是 要有本领 能够抓住 就像林轩这般经历呀 换做别的分神器修剑者 别的不说 在遇见千环真人 心怀歹意的时候 就已经陨落了 都魂飞魄散掉了 哪里会有后边的机缘呢 这话可没有胡言乐语 方言三界 分神器修士虽多 但像林轩这样 以分神 硬扛 杜劫的 那则根本就是 没有听说过 所以 不要光盯着林轩 在机缘里头 所获得的好处 他所面临的危险呢 也是一样的 俗话说 凡事有利就有弊 放在这里 那也是同样适用的呀 谭小金已经到了 云隐宗总舵 面积比以前呢 更为的广播 顶台楼阁也更多 这不稀奇 随着林轩的加入 运宗 今非昔比 现在已是奈隆界排名前列的势力了 虽然依旧以运山作为总舵 但所占据的范围 则人比以前呢 广了许多 而林轩惊讶的是 护派大刃居然开启了 这 林轩严重的动容终于也止不住 要晓得呀 每一个宗门家族 自然在总舵呀 肯定都会布下护派阵法 但一般情况下却不会开启 越是大的宗门 越是如此 就拿运宗来说 既然纯层次上古 护派大刃肯定不弱 秦光流离 大刃也是上古时期威力吉他的著名阵法之一 一旦开启呢 即便没有受到攻击 消耗的精识 那也是天文数字 所以一般情况下 大的宗门家族即便遇见了危险 只要没有到万分危机的时刻呢 也不会将护派大刃开启 而是先打开其他的辅助进制 这样 就可以节约精识 又可以抵御强敌 林轩虽然一向不顾问宗门事物 但这些基础的常识 尤其会不清楚 此时看见本门的护派大刃都已经开启 林轩的脸色不由得极为难看 他想到运宗遇见了麻烦呢 但却不曾想会到这般地步 但林轩还是忍住没有多说 毕竟周围的本门弟子太多呀 林轩脸上的阴霾一扎而过 很快又神色如常了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继续与师兄师姐谈笑风生着 就这样又过来忍察的功夫呀 前面戳进了一穷牢狱般的建筑 气势磅礴 林轩看着也十分眼熟 浑身轻盲一起 加速飞了过去 第3093章 灵眼之拳与灵眼之壶 很快就到了 那大地是运宗长老平常商议重要事情所用的场所 普通修士可不能进入 除了林轩呢 就只有龙姓少年与吟童少女跟过去了 至于其他弟子 则不与儿童地停下脚步 这中间呢 包括红灵 石仙子等人 随他一起回来的人物 虽然这一路上 林轩并没有询问 运宗 遇见了什么麻烦 但连护派大阵都开启 简然是有不小的病苦 这种时候呢 于情于理 红灵他们 当然都不会去打扰林轩来 而作为跟随太上长老 一同回来的修仙者 在这里 自然也不会受到冷落 作有负责接待的弟子呢 上天招呼 为他们安排临时的入所 贵宾楼就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安排 他们也不清楚 自然要等林长老 进步的嘱咐 这些不说 来到大殿以后 自有侍女 奉上美酒瓜果 林轩呢 却来不及落座 就披头盖脸的询问起来 师兄师姐 究竟怎么回事 林某一回来 居然会被本宗弟子袭击 虽然看起来 他们是认错人的样子 但如此不问青红皂白 可有些太过了 本宗究竟遇见了什么变故 就让底下的弟子 草木皆兵了 还有 连虎派大阵都已经开启 这是不是稍微离谱了一些 要知道此阵法 防御力 虽然非同小可 但消耗的精识 也是令人头痛的数目 师弟 你有所不知 听了林轩的问题 龙姓少年与阴同少女 却苦笑不已 脸上不与儿童地 浮现出了几分尴尬之色 也难怪他们如此 因为林轩的家住 运踪发展顺利 甚至成为了那与龙界 排名靠前的大势力 然而 林师弟才离开数百年之久 本门就陷入这样的危急 他们确实感觉 自己无能一击啊 接了两人的脸色 林轩谈了口气 明白自己刚才的话重了一些 不过他也并没有恶意 只是稍微呢 有些心急 于是林轩喝了一杯零酒 平复了下心虚 师姐 究竟怎么回事 师弟 是这样的 一同少女里发肆 温婉的声音传入耳朵 本门这次麻烦不小 但起因 却是我运踪的总动 意外出现了一件宝物 医保出事 林轩一呆啊 脸上表情有些意外 这样的事情放到修心节 那是一点也不稀奇 天才地宝 原本就是能者居之 这是运踪 传承子上古 从开宗立派起 总多便一直在此处 这么久的岁月过去了 就算有什么宝物 按理说 也应该被本门的祖师所得 怎么会如今才发现呢 不过 惊奇归惊奇啊 林轩却也没有感觉不可思议 毕竟修心界光怪陆离 发生什么事情呢 都有可能的 师姐 究竟怎么回事 还请你说的稍微详细一些 林轩的表情啊 已经有了几分凝重之意 啊 师弟放心 便是你不说呀 于姐也会详细讲述的 临头上 你也是活了十万年的 分身期修仙者 如今脸上呢 也恢复了长色 微微的声音传出耳朵 事情说穿了 其实也不稀奇 就在三年前 本门后山 突然冒出了一灵眼之拳 灵眼之拳 林轩已带呀 表情大是意外 这虽然是修仙界 三大灵眼之物 但对于高级修仙者 着实不稀奇 说穿了就是 让附近的灵气更加浓密 除此以外 也没有别的用途 对于云隐宗战的宗门而言呢 就更谈不上宝物 本门怎么会 为了区区灵眼之拳呢 而招来大祸呢 除了好奇还是好奇 但林轩并没有开口询问下去 反正师姐也会说的 果然 仅仅是顿了一顿 林同少女的声音 就继续传入耳朵 若仅仅仅是灵眼之拳 自然算不了什么 开始甚至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只是让几名 在附近开辟洞府的洞宣器 失职 大感欢喜 毕竟有了此物啊 他们的洞府附近的灵气浓度 又密了许多 如此一来 自然对修炼大有好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这灵眼之拳竟然 逐渐扩大 仅仅花了数年的功夫 就变成了 一灵眼之壶 灵眼之壶 维俊脸上乐出古怪之色 这还真是 实有巧合 自己在失落界面呢 同样得到一灵眼之壶 这确实比 灵眼之拳更为高级灵物了 因为面积呢 要大得多 方出的灵气更加浓密 从某种角度 可以当作是一小型的 极品灵脉使用 价值极为不俗 但也要看对谁来说 一些小的宗门家族 或许趋之若鹜 但如今的运踪 和因为区区的灵眼之壶 就朝灾惹祸 还是太荒谬了 雷俊摇了头 将这种可能性排除 难道说此时 还有别的缘故吗 仿佛看出 灵轩心中的疑惑呀 两人也没有 卖关子的意图 不过这一次 就龙行上年开口了 此时 难以一言说得清楚 师弟干脆亲自去看一看 自然就心中有数 哦 灵轩大感错愕 随后呢 就露出笑容 龙师兄既然这样说 那林卯恭敬不如从命 去看看又如何 好 那虞兄在前面带路 隐同少女也丝毫意义也无 与龙行少年一起 各斩神通 向地外飞去了 连群眉头一挑 也不见他有多余的动作 浑身轻盲大作呢 也如影随形地 跟在后面 改路的过程啊 不用累数 仅仅花费了不到 一盏茶的功夫 三人就来到了运宗的后山 这里景物与刚刚又有不同 但也满山的翠绿 鸟语花香 黎轩在运宗虽然向来是身居浅出 但他加入该派呢 也有数千年 后山自然是曾经来过的 然而此时看了眼里呢 却觉着有些不同了 禁制阵法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 到处都可以看见巡逻 警戒的修仙者 而且已高阶存在居多 这种情景在一间的后山 那是绝对不可能见到的 这灵眼之狐 师兄师姐还真是重视无比 他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啊 雷轩好奇之余 也不由得嘀咕 而一路防备虽然森严 但三位太者长老 驾临此处 算是畅行无阻 又过了小会儿的功夫呀 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了 第三千零九十四章 晋湖宫 这地方林轩倒是不曾来过 然而灵气似乎呢 也不见得如何充足 放一望去 到处都是白蒙蒙的迷雾 不用说 此地也被禁止 获恶术所包裹 林轩将真实放出啊 竟没有分毫效果 如泥牛入海啊 没入迷雾 没有惊起半点波澜 林轩脸上 都出一丝动容之色 眼前的静置 还真是非同小壳 看来师兄师姐所言 没有任何夸大之处啊 否则于情于理 他们都不会在这里 花费诺踏力气的 脑海中念头转过 林轩对那神秘的灵眼之狐 也不由得有那么一缕期待了 笔之修宴界常见的灵眼之宝 究竟有何不同之处呢 脑海中念头转过 银童少女已将玉手伸出 在腰间轻轻地一拍 从橱袋中飞出了一巴掌大小的令牌 最后指令她一道法掘打出 那令牌表面灵光四射呀 无数迷利大小的符纹 蜂拥而出 往中间一合 一身长持续的灵琴浮现而出 清明声大作 两只翅膀一扇 就没入前方的山谷不见了 随后那乳白色的迷雾 翻涌起来 越来越淡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呢 归于虚无 前方的景物自然 也就越来越清晰了 不对 清晰的不仅是景物 林玄感觉天地间的灵气 也变得是与刚刚不同 开始啊 林玄还一副淡然之色 毕竟已经知道这里边 有一灵眼之壶 即使这样的宝物啊 那附近的灵气浓郁一些 也就不足怪了 这在修仙界再正常不过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林玄才觉着自己原先的设想 太过简单立先 眼前的一幕 岂止是灵气浓密啊 天地间居然开始 飘散着五颜六色的 鹅毛大雪 不对 哪里是鹅毛大雪 林玄伸出手来 一片雪花 纷飞落下 正好落在她的手掌之上 林玄却没有感觉到冰凉 而是一股精纯至极的灵力 直接进入丹田气海里 灵气精华 林玄脸上流露出了几分 骇然之色 以她的诚服 脸上也不可抑制的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啊 这实在是太彪悍了 灵气之浓 居然到了浑化成雪的地步 这个是上古典籍中 才有记载的 不过以林玄修监经验之丰富 这样的事情呢 倒也不是第一次亲眼目睹 在失落的界面呢 阿修罗王的行宫中 他就曾经遇到过 当时林玄就瞠目结舌 他能够进阶到杜杰期 那里浓密异常的灵气 可以说是一大助力 否则失败倒不至于 但肯定不会有 如此现在一般顺利的 而除了阿修罗王行宫啊 林玄再也没有见过 灵气如此浓密的场所 便是耐龙真人的 洞天福地啊 蓬莱仙岛 似乎也要稍差一些 而眼前的灵眼之狐 居然会有这样的效果 若非亲眼目睹 林玄真难以相信 世间会有如此神妙的灵眼之物 怪不得会为云影宗 招来大祸 如此宝物 便是杜杰后期的修行者呀 也大有可能动心 林玄惊讶之余 自然也就想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说起来 本门如今的情况 倒与墨月族相差仿佛 匹夫无罪 怀彼其罪 这就是最好的形容 脑海中间都转过呀 林玄却并没有什么犹豫 浑身亲往一起 缓缓向前方飞过去 前方的灵气越发的浓密 天地间飘落的鹅毛大雪 也更多了一些 很快 一潭小湖映入眼帘呢 其实面积也并不算广 方云不过树木 简然 这就是为本门带来莫大机缘 同时也招来大祸的灵眼之湖来 湖水清澈呀 浓密异常的灵气扑面而来 雷轩深深的呼吸 感觉那叫一个心狂神怡 这样的宝贝 即便是他 也动心一击呀 事情事件 本门总舵出现这样的宝物 那是上天见雇 于心于礼都应该严格保密 消息怎么会走得出去 林轩有些疑惑的声音传入耳朵 唉 这都怪我 听了林轩的疑惑 龙行少年脸上溜溜出了 惭愧之色呀 唉 说起来 这都是于兄的错 若非我御下不言 也不会被本门招来大祸 师兄 怎么这么说呢 林轩眉头一挑 脸上明显 露出了好奇之色呀 师弟有所不知 在这附近开辟洞府的几名 动玄器的修士呢 皆是我的几名弟子 此地出现灵眼之拳 最后更是变化出了灵眼之虎 虽然也是他们最先发现的 如此宝物 对本门意味着什么 于兄虽然愚钝 但也一清二楚啊 已经严令他们保守秘密 不得向任何人说起 然而还是找到了消息 说的这龙行少年咬牙切齿 明显心中恨极啊 哦 是如何找到消息的 李轩却询问的比较详细 这有什么稀奇的 有人尽力妄议 龙师弟几名弟子中 有一个姓袁的家伙 是代义投师 因为他资质不错呀 入门以后 为人也算是稳重成熟 家与他做的事物 也都完成得不错 甚至还为本门 立下过不小功劳 所以才得到了龙师弟的赏识 将他收为几名弟子 原来如此呀 林轩点点头 继续等他往下说 可是我们都不晓得 这家伙以前其实是 借胡宫的修士 是因为犯了大错 所以才被逐出师门的 借胡宫 林轩听到这里 原本淡然的表情 也变得难堪一击 若是别的尊门家族 也就罢了 以自己如今的进阶 渡劫后的实力 林轩都有信心应付 然而借胡宫啊 那可是威名赫赫 在万小心宫 对本届各大势力的排名中 数万年来 一直雄于榜首 该派同样传承自上古 然而抵御之事后呢 却远非远踪可以比拟 两者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 该派高手如云 尤其是那大长老 万进尊者 更是杜劫后期老怪物 当然 但是数万年前 才进阶的杜劫后期 多半还没有领域 实力与那龙真人呢 百花仙子这样的上古大能相比 也肯定有差距 这一点林轩心中有序 但那又如何呢 就算在杜劫后期的修士中 对方实力极弱 但那也是相对来说 不管如何 他都是货真价实的 后期修监者 这一点不会有错 林轩再次认为 神通非通小可 也绝不可能 与这种存在相抗衡的 第37095章 峰回路转 年纪至此 林轩的脸色 也不由地阴沉下来 这件事情比想象的 更加棘手麻烦 林轩虽然猜到 运踪这次呢 遭遇的困境 非通小可 但做梦也不常想 会牵扯上 独结后期的修监者 这种实力的存在 与初期修士 完全不可同质而言 就算是自己啊 也不可能有分好的胜算 不对 根本就不是 没有胜算的问题 而是双方的差距 明明也太大了一些 哪怕自己的实力呢 远胜通街修士 但对上后期的修监者啊 能不能保住小命 也是不太好说 林轩的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他在思考眼前的难题 这灵眼之湖如此的非通小可 即便对于他们这样的境界的修监者啊 于修炼打坐 好处呢 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位万贱尊者 既然得到了线索 于情于理都没有放弃一说 那自己应该如何呢 留给运踪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要么面对杜劫后期的修监者 要么放弃眼前的宝物 前者已经说过了 即便是自己呢 也没有那个能待与实力 富贵先中求或许没错 但逞能也绝不会是理性的选择 一不小心呢 就有可能将小命给送在此处 这让选择的风险未免太大了 要不就实事物者为俊杰 暂且先放弃这件宝物 听起来这是明智的抉择 可话这么说没错 然而面对一非通小可的异宝 想要放手 又哪是那么容易 银同少女与龙姓少年 是怎么想的暂且不说 至少林玄心中啊 有一百个不舍 凭什么呀 明明是本门总舵发现的宝物 就因为对方拥有杜劫后期的修监者啊 就要白白放弃掉嘛 虽然修监界是强者为尊 但林玄还是觉着心中窝火 大丈夫能屈能伸没错 但自从踏上修仙之路 林玄还真不曾吃过这种苦 原本进阶成为杜劫级别的修仙者呀 林玄嘴上不说 心中却有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触 只是凭自己的实力 从此天下尽可取得 没想到才回到云隐宗 遇见这种麻烦了 可恶 杜劫后期老怪物又如何 林玄越想越是愤怒 万金尊者确实是杜劫后期没错 但放眼三戒也不意味着就是顶尖的呢 至少奈东真人 百花仙子就不是他能够比你的 更不要说散弦妖王真魔十足 而自己呢 可连宝蛇冰魄都得罪过 更不要说在失落界面 虎口夺食 从幽冥暗王手里将 困心魂给取走 还顺便将对方的 一大化身给灭除了 这些家伙才是三界最顶尖的修仙者 而对他们呢 自己也不曾退缩 如今进阶到杜劫期 难道反而变得胆小了吗 林轩闷心自问着 念及至此 林轩心中已有了抉择 兵来将挡 水来吐烟 就算打不过 也要拼一拼再说 总而言之呢 光凭一度接后期的修饰名头 林轩绝不会退缩 这户宫是 那龙界排名第一的租门又如何 林轩眼中呢 闪过坚定之色 然而龙姓少年 接下来的言语 却差点让他吐血 师弟如今回来太好了 你也不用担担心 古老魔 不用担心古老魔 雷旋里上露出了古怪之色 倘荡独接后期的修仙者 自己心中都在打鼓 师兄这话从何说来 看他的表情又不像是微乱语 可信心是从哪来的 龙师弟所言没错 那古老魔的情况与你相差仿佛 两百多年前呢 他已莫名失踪掉了 分毫 痕迹也无 再也不曾出现过 严通少女插嘴的声音 传入耳朵 莫名失踪 这消息确实吗 雷旋连上露出了差异之色 杜劫后期老怪物 就算进阶不久呢 水力在同阶中偏弱 那也是非同小壳 于情于理都不可能悄无声息地陨落 果然他才会有此疑惑 师弟放心 这次因为与借活功为敌 果然与该派有关的各种警报消息 我们都十分留意 大长老失踪的消息 对方自然没有到处炫耀道理 但俗话说纸包不住火 这个消息绝对不会有错 严通少女斩钉截铁地说 师姐这样肯定 李博就放心了 雷旋也明显松了口气 虽然刚才呢 他已经做出了抉择 打定了兵来将党 水来涂焉的主意 但他毕竟是不甘心的 没有办法的主意 如果可以 雷旋当然不想要 杜劫后期的修饰为敌 上天还真是带自己不薄 少少时间 对方应该也是去了参加 耐龙真人的婚礼 最后才莫名地消失了踪迹 难道这家伙也是遇见了什么变故吗 虽然在蓬莱仙岛之时 人军并没有见过这位 监护工的台上长老 但以对方的身份实力 肯定也是接到了邀请的 只不过当时啊 杜劫期休息太多了呀 对方即便是后期存在 也不引人注目 毕竟后面连宝蛇冰魄 往寒真人 还有青秋国主这样的存在 都接二连三地加临此处 他以普通的后期的修饰 又算得了什么 现在回想当时发生的一幕幕 对于这位万箭尊者 雷军自然时 丝毫印象也无 不过当时 那龙真人的仙山洞福 既然汇集了这么多的 杜劫级别老怪物 其中 有人同万箭尊者有仇怨 也就不足怪了 以他的实力道 也不会轻易陨落 但遇见的麻烦 也肯定非同小可 否则也不会整整 两百年过去了 还不回解乎工 新年电转 雷军已清楚了 事情的始末 脸上的表情 也明显轻松了许多 只要不是面对 杜劫后期老怪物 以他的实力呢 倒也不用担心太多 将雷军脸上的表情变化 看清楚 龙性少年眉头一皱 却忍不住啊 用提醒的语气开口 实力不可轻敌 布老摩虽然 是消失的踪迹 然而介乎工作为 本届第一宗门 实力依旧不可轻敌 高手如云 用在他们身上 一点也没错呀 除了古老摩 该派还有其他的 杜劫级别的太上长老 而且据我所知 不止一个 哦 雷军一代表情也凝重起来 杜劫器 作为修烟的最后一个境界 瓶颈呢 想要突破 难度如何 雷军可知一清二楚 所以灵界面积虽然广播 杜劫器修饰却指 凤毛麟角没错 杰胡宫这种等级的存在 还有数人之多 实在是有些出乎 林玄的预料了 第三千零九十六章 万妖谷 不过意外归意外呀 雷军却没有惊慌失措 借着胡宫就算还有其他的 杜劫器的太上长老 但无论如何 也绝不可能是后期老怪物 其他的 哪怕是杜劫中期的修仙者 雷军虽不敢说有 战而胜之的把握 但也不至于惧怕什么 当然 雷军是不会轻敌的 以他谨慎的性格 当然要将对方的情况 尽量地弄清楚 这样 当与对方交手的时候 也会多几分胜算的 雷军缓缓地开口 杰胡宫还有别太上长老吗 具体情形如何 还请师兄师姐详说 这 隐军少女与龙姓少年对视一眼 脸上却露出了几分为难之色 怎么了 实力尽量 归于借胡宫别的太上长老的情况 我们了解的并不多 不错 该派以前 最出名的就是 大长老 万简尊者 毕竟以古老摩 后期休日的身份呢 根本不需要同门师兄 从旁辅助 他一个人的威名呢 就足以 威慑小小 让杰胡宫 稳坐本届的 第一宗门的宝座 隐军少女 叹息着接口呢 偏偏 该派另外 两位太上长老 又是苦修者 虽然是杜杰期 名气却并不显露 若不是这一次呀 古老摩莫名失踪 杰胡宫又树打招风 这两个老怪物 恐怕还未必 愿意泄露于人前呢 世界所言不错 因为太过于低调的远过 杰胡宫这两位 新近太上长老的资料 十分的稀薄 就连姓名是谁都不清楚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两人是夫妻 擅长 分进 何籍之术 实力比两位 普通的度级初级的 修饰联手 要胜过许多 哦 林轩一收府 脸上记录出几分 文位之色 这要热点情报吗 杰胡宫弄得这么神秘 这两位太上长老 是真是假 可不太好处 也许杰胡宫啊 只是为了迷惑敌人 才放出障眼法 也不一定 人怪林轩会这样想 毕竟度级级别的修仙者 哪一个不是精彩绝影的人物 就算是苦修者 也不可能半分明解无 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这未明有些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连轩觉着有假 然而银童少女却摇了头 师弟 这次你却猜错了 哦 师姐为何这样肯定 自己的话被反驳 雷军并没有发火 银童少女如此说 肯定是有原因的 此话说 舒达招风 借户宫 雄居本届低宗门的宝座 则人也得罪了不少其他势力 比如说 万妖谷 有一项与其交捂 虽没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啊 但也是有冲突 银童少女娓娓的声音传出耳朵 万妖谷 雷军脸上揭露出了 沉吟之色 这又不是什么小的宗文家族啊 在万晓仙宫的排名中 一向是位居前五的 谷中并没有人类修仙者 然而西西谷外的妖修 却是数量众多 自然呢 也有度级级别的老怪物 银童少女突然提起万妖谷 这中间并有缘故 于是 林轩转过头颅 怎么 莫非万妖谷那位 薛老妖 已经动过手了 薛老妖林轩不曾见过 然而在那龙界的妖修中 也算是威名远播 这家伙呢 是万妖谷之主 本体是什么妖物 林轩不清楚 然而 静静的却是 货真价实的 堵截中期 实力自然是极为可怕的 静狐公与万妖谷 一向不对付 但若有瓜葛 万妖谷必是 屈居下风的 他们心中自然是 不分一击 然而那样又如何呢 静狐公传承自善谷 高手如云 大长老 更是堵截后期老怪物 薛老妖实力虽然不俗 但也肯定达不过 过而吃了苦头 也只有捏了鼻子韧了 然而心中的郁闷呢 却不会因此减少半点 如今万见尊者失踪 长达两百年之久 一些与戒狐公 有闲戏的萧小 都以温风而动 薛老妖呢 又怎么可能 视若无睹 这家伙原本就是脾气暴躁的人物 早在数年之前呢 就已经是极厚厚的 去找戒狐公的麻烦 有仇报仇 有云报云 这次他打算呢 扬眉吐气一把 失去了万妖尊者庇护 戒狐公实力虽然 依旧不俗 但薛老妖身为 杜劫中期老怪物 自然不会在乎 这家伙信心实俗 去找戒狐公的麻烦 哪晓得 却一脚踢到铁板上 万见尊者呢 确实已经不在 然而那对神秘的双修道律 却冒了出来 对这意外的麻烦呢 薛老妖起初 并没放在心间 区区两名 初期的修士而已 明不见经传 他自然能够将两人击败 然而交手 才知道自己错了 而且错得很离谱 这一对神秘的夫妇擅长 分紧合机之术 联手后实力之强啊 远在两名普通的 杜劫初期修士之上 一番恶斗 结果却是他大败溃输 灰溜溜地回到了万妖谷 高兴而来 败信而归是最为贴切的描述 薛老妖心中呢 郁闷那是可想而知 此时他自然没有四处炫耀道理 然而天下乌不透风的墙 没过多久还是传出去了 原本对建湖宫心怀不轨的各大势力 全都是眼齐息骨 万禁尊者虽然踪迹却无 然而这对神秘的夫妇的实力 着实不可轻辱 有他们在 建湖宫依旧不好惹 原来如此呀 听了事情的始末 林寻脸上露出几分沉吟之色 表情呢 也比刚刚阴霾了许多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人们以为 没有了万箭尊者 已经不足为惧 没想到 这对新冒出来的神秘夫妇呢 居然能够打败杜阶终极的修士 这样的实力可着实不俗 即便是自己对着呢 多败也是败多胜少 大体情况就是如此 如今建湖宫啊 已经知道本门拥有这样的宝物 该如何的定夺 还请师弟拿个主意 林诺少女温婉的声音传入耳顿 林师弟呢 虽很少过问宗门的事物 然而既是度级级别的修心者 这种问题 当然由他拿主意 林寻道也没有推辞 嘴角边露出一丝冷笑之策 嗯 有什么好考虑的 兵来降荡 水来吐烟 对方实力再费从小渴 本门有其有将宝物 双手奉上一说 更必提放弃宗门总舵 想都别想 林卯倒要看看 解活宫能拿本门如何 第3097章 解活宫与林尹之狐 听了林轩的言语啊 龙行少年与银童少女对视一眼 眼中间闪过了一缕喜色 显然 他们也不愿意白白奉上宝物 心中的打算呢 与林轩不谋而合 只是两人的修为 逊色于林轩太多呀 所以这件事情该如何选择 最终还是以林轩的主意为主 否则光是他们两个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与建活宫相抗衡的 毕竟躺壁挡车 于是无补 身为分神奇修史 这浅显的道理 又岂会不懂得 两人自然不会做此一亿卵 及时的蠢事 如今听了林轩的选择 两人的心中一块大石总算是落下来 虽然依旧啊 前头未卜 但有林师弟的家族啊 与建活宫周旋一番 未必半分希望也无 师姐 林轩之全的消息 除了建活宫 其他的尊门家族 应该并不清楚 这没错吧 这是自然 临头少女点点头 这样的宝物 本们当然会尽量地保守秘密 一不小心走落出去 也不过是意外而已啊 俗话说亡羊补牢 幽为晚矣 其他知道此事的修监者 我与师弟 以多加注意 而这些人呢 都是信得过的 总而言之 绝不会走落消息的 至于建活宫 对方竟然想要从板门手中 夺取宝物 自然也不会将消息放出 否则必然出现新的竞争者 如此一来 就会增加许多变数 这种情况对方不会不清楚 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 他们也一定会想方设法地 保守秘密 嗯 雷群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虽然这种情况他已经料到 然而究竟是不是自然 要从师姐口中得到证实 心中才有谱 果然如自己推测 雷群脸松了口气 失去了孤老魔 借胡功虽然依旧强大无比 但雷群自问 还是有与他讨价婚嫁的实力 双方呢 并未接触 所以 鹿死吹手 还不太好说 这也是为什么雷群呢 会做出 不放弃宝物的抉择 但若是消息 已经走了 情况自然就会 大不相同 这儿的雷群对于 杜杰其老怪物的吸引力啊 也是非同小可 雷群虽然神通不俗 但泰国吸引 童街修士仇恨的事情 也不会去做 毕竟重视之力的滋味呢 雷群可不想尝试一二的 好在那些 许得担心是多余的 如今情势 并没有糟糕到如此地步 仅仅是借胡功 倒还有希望一搏 脑海中间都转过呀 雷群却没有在此地 多做耽搁 毕竟呆在此处 对于解决眼前的难题 于是无补 雷群如今 面临着诺大的危机 自然有许多事情 需要他们处理 雷群这边呢 暂且不提 与此同时 就离雷群 不知道多远的一处邻地 这儿的风景秀丽 群山严敏起伏 延展向了天边极远之处 而在群山之中呢 有一巨大的湖泊 此湖面积极为广博 一眼望去 根本看不到边际在何处 不过就灵界的情况来说 这儿宽广的湖泊 数不胜数 就算更大一些的 也没有分好喜气之处 然而眼前的湖泊呢 却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 这里灵眼之湖 没错 灵眼之湖 这种比灵眼之湖 更为高级的宝贝 它能够散发出的 精纯异常的灵气 其效果呢 比之极品灵脉 都还要胜上一筹 对修炼的好处不用提 若有这样的宝贝现世 不论宗门家族 还是散修高手 都趋之若鹜 而眼前的灵眼之湖呢 不论面积 还是散发出来的灵气浓度 都是首屈一指的 而放眼此戒 只要不是 锅落寡闻的修行者 几乎人人都知道啊 这一潭 神奇的灵眼之湖 然而却没有人 敢打他主意 无他 这灵眼之湖呢 乃是介湖宫 传承自 千百年的 镇派宝物 作为此戒排名 第一的宗门家族 实力自然不可轻辱 从上古时期开始 太上长老就一直是 杜劫级别的老怪物 而且通常不止一个 如此实力 自然让那些 对灵眼之湖 眼热的家伙呢 打消了企图 无口夺食 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赢了固然有莫大的好处 然而若是失败呢 结局之悲惨 也是可以预料的 太岁头上动土 介湖宫怎么可能 将他们放过 就算是为了震慑 其他心怀不轨的家伙呢 介湖宫肯定也会 对他们追杀到底 而且这样的事情 确实发生过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曾经有数个宗门 想要夺取灵眼之湖 最后却被介湖宫啊 连根拔除了 门内的高阶修仙者 除了几场数幸运儿 全部地陨落了 其他的低阶弟子呢 也树倒狐尊散 如此结果 其他的宗门家族 看在眼里 心中自然 惊怕一击 再想要夺取灵眼之湖 也就要好好掂量一耳 毕竟宝物在令人动心 也要有命享用才可 而自从古老魔 进进到度假后戏以后 这样的事情 就再也不曾发生过 毕竟后期存在 放眼三界呢 那也真是凤毛麟角了 本身已挣脱寿元的束缚 所掌握的大神通 更是不计其数 去招惹这种等级的修仙者 那可真是老寿性上吊 嫌自己活得太长久了 当然 也不是说古老魔就已经无敌 别的不提 耐龙真人这样上古大能的实力 就远非他可比 然而耐龙真人不仅实力离谱 身家丰厚 更是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 区区灵眼之湖呢 自然是看不上眼的 所以杰湖公倒也不曾担心过 而作为灵眼之湖 自然是越往中心处啊 灵气越是浓民 在宽广的湖面上 还有一些小岛 兴罗旗部 当然 这些岛屿呢 就不是普通修士 能够涉足 至少也要使洞穴以上的存在 才能够在那里打开洞府 至于其他弟子呢 都居住在湖边的群山之中啊 而此时 在湖面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岛上 一座看似古朴的建筑中 却聚集了十几名 分神级别的修仙者 表情肃然 仿佛正讨论着 这么很重要的事情一般 作为耐龙界第一大势力啊 借湖公的分人期修士 当然不止十几名之多 眼前这些家伙无一例外 全是后期级别老怪物 区区一个宗门而已 光是分人后期的存在啊 就有十几名之多 借湖公的实力 确然是非同小可 第三千零九十八章 分神期修士 这么说 你已经去过云云宗总舵 带起了我们的意图 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的好意 给拒绝掉了 一头发花白 但却精神绝朔的老者 眉头微皱 浑浑地开口 是 师伯 您的亲笔信呢 我已经交到云云宗 太上长老手里 同时也表露出了我们的意图 并不是要悄悄好多 应生生从他们手里 夺走那件宝物 而是愿意 给上许多好处 作为弥补的 可云云宗太上长老 却丝毫有语也无 一口 就将本宗的好意 给拒绝掉了 回话的是一身材 销瘦的男子 容貌普通 三十多岁的年纪 然而脸上却透出了几分 精明之意 一看就是 长袖善武的修仙者呀 然而实力啊 与在座的各位 知识长老相比 要低一些 不过动寻期 郭二代的表情 是恭敬一级 哼 真是不知死活 区区一个云云宗 竟然也敢视本门为无误 看来不给他们一点教训 是不成的 你身穿黑衣的大汗 满脸猙獰之色 恶狠狠地开口 师兄 还要什么呀 小小一个云云宗 也敢敬酒不吃吃罚酒 何必在这里多费唇舌 不用动用多少人手 随便派出一些弟子 给乌某 我就能一平云云宗总多 让改派吃不了都惹走 到时候那什么灵眼之火 还不是本门的囊中之物 那大汉明显是脾气暴躁的人物 一言不合 只要对云云宗大打出手 然而在座的知识长老 不发老成持重之徒 自然不会任由他胡来 大汗话音刚落呀 一跃耳的声音呢 就传入耳朵里 里边带着几分责怪之色 吴师兄啊 你又来了 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上策 何况云宗如今的实力呢 也不可轻辱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道理 懂不懂啊 不要成天 在这里寒打海杀的 说话的是一身穿绿色宫装的女子 自容秀丽 人谈举止都文静一击 浑身上下呢 隐隐透出了一股书卷之气 那大汉是脾气暴躁的人物 可面对小师妹的强白 竟没有发火 而是姗姗地挠挠头 乖乖地坐下去 师妹言之有理 如今的云宗 确实今非昔比 自从有那叫做林轩的小子加入 在万小仙宫的排名 已接近前十 虽然与本尊相比呢 依旧远远不及 但已经可算是此阶 最为顶尖的宗门之一了呀 那坐在守卫的老者 屡屡胡须 一脸凝肿之意 什么 接近前十 师兄 你有没有搞错 云宗虽然也传承自上谷 但实力却没有任何出众之处 杜杰期不用说 就算是分神级别的存在 该派也不过是一两个 放眼耐龙剑 这样的顺利多不胜数 排名好像一直都在 三百左右徘徊着 吃惊的声音传入耳朵 书华之人张口结舌 这是一面色 淡金的修仙者 脸颊上呢 还有几道银文浮现而出 一看就知道 此人修炼的功法呢 有与众不同之处 威力多半非同小可 在座长老 还有一小半表情呢 也相差仿佛 毕竟从排名三百多 到接近千十 所花费的时间 不过数百年而已 这样的村生速度 仅是前无古人 和无来者 也难怪在座之人呢 会进得目瞪口呆 怎么 几位师弟连这也不晓得吗 那威少老舌脸上 露出不满之色 俗话说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们轻敌到这般地谱 可有些过分了 几人听了有些惭愧 有的不以为然 小小的运踪而已 何必弄得如此风声鹤唳 师兄此举 未免小题大做了些 当然 这话他们也就是在心中想想 说出来肯定是受斥责的 自然没有谁 会主动地找不痛快 大师兄在门中威望 非同小可 不仅入门比他们早 而且实力呢 也远胜同辈许多 被认为是半只脚 都已经迈入了 度假期的大人物 他们的心中 自然是有些敬畏的 但那面色但金男子脸上 还带着疑惑 略吃一只后开口 大师兄 你真肯定运踪如今 已是这样的 非同小可了吗 楚师兄啊 你不用疑惑 掌门所言 自然是真的 运踪今非昔比 都是因为那林小的连故啊 就说此人实力之强 远在童街羞耻之上 听觉老怪 也折忆在他手里 除非度假期老祖 否则我等分神器存在 没有人能够与他相辟敌 清亮的声音传入耳朵 却是一身穿儒生 做书生打扮的修饰借口 随师弟何必掌他人之气 灭自己威风啊 听觉那老怪物 不过是孤明钓鱼之徒 什么奈隆街分神器第一高手 不过是活追大气罢了 别的不说 我们在座的师兄弟 单打独斗 谁不能胜他一筹啊 那林小的就算实力不弱 我想也不一定会是我们的对手 黑大汉不以为然的声音传入耳朵 吴师兄这么想吗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那身穿翠绿宫装的女子又开口了 脸上满是凝重之色 哦 师妹为何这样说 又竟是周师妹反驳自己言语 黑大汉呢 无奈一极 但心中还是不服气啊 故而这么问了一句 小妹这样说 自然是有原因的 在座的各位师兄应该晓得 我与若言心子的交情一向不错 云家家主 在场修士呢 自然知道的指的是哪一个 丰愿俊云家 在万小仙宫的排行榜中 是排名第十一的旁人大物 林若言作为云家家主 实力自然不俗 而且呢 与周师妹的交情 也是非同小可 难道从那若言心子的口中 竟得到什么出人意料的情报吗 连他坐在守卫的老者 也转过头颅 显然这情报呢 连他也不清楚 果然人人脸上啊 都露出了关注之色 师妹别卖关子了 不错 我等席耳恭听着 催俗的声音传入耳朵 那公章女子却依旧是一副 云淡风轻之侧 礼礼发丝 才缓缓开口 两百多年前 门龙真人举行双修大典 迎娶千千仙子 我想这件事情 各位师兄弟 应该都记得轻轻之处吧 不错 大家一提点头啊 大长老也是因为去参加典礼 后来才消失了踪迹 他们自然是记忆犹新的呀 第37099章 不可思议 奈龙真人大喜 应邀请来的大能存在数不胜数 然而除了杜绩七老祖 有两位分神七修士 也是收到了邀请函的 宫中女子缓缓地说 欢迎未落 周围的众位长老 却是华人一片 什么 分神七修士也被邀请做了宾客 这怎么可能啊 奈龙真人乃上古大能 较有何等广阔 三界最顶尖的修仙者 无不与他相熟 双修大典 那是何等隆重的场合 怎么可能 宴请分神奇修士来冲述呢 就是 师妹 你是不是情报有误 被人给骗了 一时今之一生了此起彼伏 实在是这个消息太过令人惊讶 以至于一多半的同盟 都脸漏不心之色 唯有少数若有所思 毕竟这样的大事 以师妹的性格 绝不会胡言乐语的 各位师兄 这是做什么 难得小妹还会当面撒谎不成吗 那宫中女子里 张展国丽丝会怒 冷冷地开口 师妹 你别误会啊 我们绝无此意 不错 我们怎么会怀疑小师妹你呢 此女虽然排名角默 但在街头宫的身份 却似乎非同小可 见得发火 一种长老街 领落尴尬之所以 乐乐地开口 师妹 别理这些家伙 你继续往下说 最后 还是那为首的白发老者开口 才将这尴尬的局面给接过 是 掌门师兄 工庄女子对老者 却比较尊重 文言拿立即顶顶头 受到邀请的两名 分神机休时 一个便是我的好友 若言仙子 云家仙祖也曾出过杜杰奇人物的 而且与耐龙真人有救 若言作为云家家主 受到请柬 也没什么喜气之处啊 此女虽然不愤 各位同门的怀疑 但在讲述前言后果的时候 还是略加解释几句 其他人听了呀 果然疑心进去 云家与耐龙真人 既有渊源 那若言仙子受到邀请 也就并非难以解释了 反而 何心何理 耐龙真人 虽花心了一些 但却重情重义 邀请云家之人 起来观礼啊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师妹刚刚说 收到邀请的 一共有两名 佛人机修士 一个是云家的若言仙子 那另一个是谁 莫非是 临旋那小子 面色淡金的男子 浑浑开口 毕竟师妹突然将话题啊 引到此处 肯定是有消息 要吐露的 不错 楚师兄猜对了 另一个收到邀请的 纷尘七修仙者 正是运踪宗 那位新晋的太上长老 此女一字一顿的声音 传入耳朵 什么 怎么可能 那小子何等何能 居然能够得到 耐龙真人的 亲眼有加 莫非他的先祖 也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吗 一时间呢 稀奇声此起彼伏 虽然在座的 纷尘七修仙者 多少都有点猜测 然而当真得到这个结果 一个个还是瞠目结舌 虽然在此前呢 林轩仪算是 威名远播了 然而平心来说 在场的 夫人七修仙者 却并没有 将他放在眼中啊 听据老怪 在他们眼中 也不过是 孤名钓鱼之徒 那林小子 虽以名声雀奇 但只要是 不是亲自交过手 他们自然是 绝对不会服气的 毕竟街户宫乃是 此阶 排名第一的宗门家族 门中弟子 一个两个 自然都是眼高于顶的人物 傲气十足 所以林轩名气再大 他们也不屑一顾 没想到自己 原来是井底之蛙呀 那林小子 原来比自己想象的 那要不要喊得多 连奈隆真人的双修典礼 都有参加的资格 年纪至此 再做老怪物 再也不敢将他小看 将众位同门的反应 看在眼中 那工装女子的眼中 居然流露出了几分 不屑与厌恶 这就感觉不可思议了 那你们可晓得 那林小子在蓬莱仙岛上 还与奈隆真人 称雄道地来着 什么 与奈隆真人称雄道地 师妹 你没做梦吧 就是开文笑 也得有个度 你这个情报实在太离谱 别说师兄不相信你 这种事情 根本就是一点 可信度也无 师妹 你一定是被那 云仙子给骗了 怀未落又是哗然的追声 传入耳朵 也难怪建护工的长老们 一个个露出不信的神色来 那龙真人是平易近人没错 但没有架子 那也是杜劫后继的修监者 而且不是后期修士 而是善古大能之一 身份实力 比这散弦妖王 也相差仿佛 这样的存在 你说他与一分人妻小修士 称雍道地 自然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别说他们只是道听途说了 当年就算是亲眼见到这一幕的 各位杜劫西老族 一个个也称目皆者 几乎怀疑自己在做梦 原本听了师妹的讲述 他们已对林轩大感忌惮 毕竟能得到奈隆真人赏识 不论从任何角度来推测 肯定呢 都有过人之处的 他们一再思量应该如何应付 然而此刻 一个个却连路轻松之策 与那种真人成兄道地 一听就是挥了语 刚才还以为 这小子是如何了得 原来只是师妹呢 道听途说 还荒谬到如此地步 准林小子显然的也是 孤明道御之徒 就算有些本领 肯定也不耐应付 不必太过重视 于在意了 见众人一脸的不以为人之色 攻撞女子她的口气 原本道口的话语 也重新吞落入腹 因为她知道自己说了 也没有用途 众位同门听到了这里 那也不相信 那如果自己对他们说 那林小子不仅与 奈隆真人成兄道地 还同三大散仙中的 广汉真人 三大妖王中的清秋国主 都有千丝万缕的牵扯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 以为自己疯了 不 林学的可怕还不止于此 还有与奈隆真人 同为上古大能的百花仙子 与他同样有着 远远牵扯 听说此次还得罪了 宝舍兵破两位真魔十足 可在广汉真人的保护下 两位魔界大能 却拿他无可奈何 最后 有一位渡截初期的魔族 与他动手 结果 那被称为天元圣族的古魔 一番大战之后 居然意外失手 被林轩斩杀掉了 没错 那一场战斗 林轩是胜者 以分神级别的修为 战胜了 以渡截级别的古魔 第三千灵 一百章 云尹松 与界狐公 区区一分神级别的修仙者 绝能打败杜杰其老怪物 这样的事情放眼三界 宋恒金谷 恐怕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论从哪个角度 都太荒诞了 若非亲眼目睹 实在是令人难以信服 公庄女子出闻此事呢 也是震惊了好久 几乎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的 然而 她与那若言心子的交情 实在是非同小可 深知自己这位好友 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性格 这种事情 更没有欺骗自己的理由 毕竟当时啊 几乎公与云尹松 尚未交捂 于情于理 她都没有必要替 林轩那胡乱吹嘘的 何况世上无不透风的墙 本来新岛发生离木 故人只有亲临 该地的杜杰其老怪物 亲人目睹 以这些家伙的身份呢 这历史上发生过什么 他们也不会随口乱说 但即便是杜杰其老怪物 总也有至交好友 或者别的亲近的门人弟子 而眼前的工装女子呢 好歹也是分神后期的修仙者 要是介乎公长老 不论身份 不论身份实力呢 都非同小可 只要有心打听 自然会有收获 于是在略废了一番波折之后 此女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若言心子果然没有胡乱说话 林轩在那龙真人的双修典礼上 大出风头 被那些杜杰其老祖的风光啊 也被盖过了 没有人敢因为他 只是分神器的修仙者 就小看什么 于隐宗不好惹 工装女子已得出这个结论 然而脸上呢 就露出了悲哀之色 因为他所说的情报 随句句属实 然而听上去呢 却未免离谱了一些 于是同门师兄弟都选择了无事 俗话说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那么小看对手 会有什么结果呢 工装女子也不晓得 但他内心深处 却莫名有不安的感觉 浮现而出 水里大的他这个等级啊 对于心头灵照 虽谈不上趋之若鹜 但也绝不可能 舒适无睹的 难道这一次 本门与云隐宗冲突啊 会吃上不小的苦头吗 一个念头在脑海中转过 工装女子自己呢 都觉而离谱 毕竟借乎工 可是奈隆界排名第一的宗门家族 虽然万见尊者不在了 但还有另外两位太上长老坐任此处 就算是歪腰谷的虚老摩 前一阵呢不也是鱼而归吗 此女在心中安慰自己 可那不安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啊 各位师兄 那临身不是普通的分身器修仙者 实力之强远在同阶存在之上 只只能与杜杰其老祖分天抗礼 大家千万不可大意 此女悠悠的声音呢传入耳朵 虽然各位师兄弟对自己说的话 表示怀疑 但身为建护工的修士 于情于礼 他都应该提醒几句的 师妹你多虑了 分身器修士怎么可能打败杜杰其老祖呢 这种事情放远三界 总恒金谷都不曾发生过 如此荒谬 师妹咱也会相信呢 就是 那林小子特派是孤明教育之徒啊 到时候进攻运踪总舵 也不需要各位师兄立动轴 吴某一个人 就能将那林小子生擒活着呀 那黑大汉凯然的声音传入耳朵 一副嚣张之色 公章女子叹了口气 虽然咋料到这个结局 但所有人呢 都误会自己好意了 还是让他心灰意冷意急 就在这个时候 又一声音传入耳朵里 但他听来呢 却是陌生到极处 赵师叔不用再信 那林小子虽然非同小可 但早已失踪掉了 说话之人呢 是在场唯一一名的 冬轩期修心者 容貌普通 三十六岁年纪 然而底上呢 却透出了几分精明之意 正是此人呢 被派往云隐松传递消息 想要兵不雪刃的 夺取林衍之湖 结果却被银童少女 毫不犹豫地赶了出去 什么 林轩已经失踪了 不说其他的 分神期修心者呀 这次林娜 公装女子 都露出了 恶然之色 不错 云隐松 虽刻意隐瞒消息 但这世界上 墙 哪有不投缝的道理 对方拒取了 掌门师伯的好意 实际就开始 留意打探 云隐松内部的消息 为了不少力气 但收获也非同小可 那林小子 也早在两百多年前 就失踪掉了 算的时间 倒与大长老的情况 相差仿佛啊 众人一愣 两百多年前 万金尊者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与门内失去联系 难道林轩的情况 也差不多 都是在参加完 奈动真人双修典礼之后 就遭遇了麻烦 具体情形 他们当然没有办法推测 不过 知道林轩呢 不再就行 那工装女子 也明显松了口气 但不知为何 心中的不安呢 却是依旧挥之不去的 但他也不好再相劝什么呢 运踪这年的发展 虽然非同小可 但与街湖宫身后的底蕴相比 自然是小物见大物 没有林轩 不论从哪个角度 他们都不可能是本门的对手 那灵眼之乎啊 迟早是本门的囊中之物 能够让灵气精化 这儿的一宝 咱们可以放过 这两位太上长老啊 也一样会大感兴趣 讨论一高一段落 这来两大宗门 果然爆发了 激烈的交手 郑竹前民所说 运踪如今呢 虽然也算是庞然大物 然而与街湖宫相比 实力却逊色的不止一朝 不用说 自然是完全处在下风 好在他们是乙工带手 得禁制 与身法相助 才没有吃太大的苦头 然而这样打下去呢 谁整谁付却是显而易见的 就算是消耗 允宗也耗不起 瘦死落头比马大 就是这个道理 何况街湖宫 除了大长老 万金尊者消失 其他的实力呢 可是完毫无死 这点林轩心中有数 严同少女 与龙行少年 也十分清楚 偏消耗 运踪使 半分胜色也无 那么自然不可能 什么的也不做 凑在一起商量起对策 然而林轩 在说出自己的看法之后 两个人呢 头去摇得像不浪鼓 不而同地反对起来 不可以 林师弟 你这个主意 太冒险了 谁说龙滩火穴 一个不好 就会万金不负 师弟啊 你若有个三长两短 本总何去何从 不错 现在我们虽然处于下风 但事情还没有到 不可消失的地步 师弟怎么可以 以身犯险呢